吕秋远 资料照 记者王文林社 记者杨新汉台北报道 网红律师吕秋远遭周刊之急 与文青女多次约会 又带领名朝女上摩铁开房间 感情状态备受外界关注 知名部落客广告小妹在脸书提出二点分析 却发现吕秋远实在长得太像贺一行 惊呼 最后本宫献一季给李丽丝 吕律师把此事推给贺一行如何 哦 先期网友不少讨论 广告小妹谈到 首先是婚情劈腿对不对 她认为站在法律角度 劈腿当然不违法 除了台湾有通奸法 在很多国家婚后外遇也不违法 所以如果我外遇 法官不能抓我去坐牢 也比 可是若世界只拿法律作为唯一是非标准 社会便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格局 贺一行 资料照 记者诚意宽舍 至于该不该对李丽丝采取高道德标准 广告小妹则是说 依我看 很多东西 即使道德也是是非 人可以不道德 但不能没有是非观念 一辈子那么长 总要活得对错吧 外遇是错 劈腿也是错 按照李丽丝过往的言论 她是一个是非分明 既恶如愁的性情中人 知名不洛克广告小妹 翻设字脸书 广告小妹最后表示 吕秋远若反感他人的劈腿 外遇 那么同一套标准也该套用在他自己身上 就说我吧 安也很想约黎明来我家看DVD 但每次产生这念头 我都劝说自己 阿弥陀佛回头是岸 掏出黑名单 瞧两眼成龙李连杰共列第一名 在想想自己 我不能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